大家好 今天是4月17日 星期三 沒有八折 市又要跌 原因就是 柏威爾說今年可能減不到息率 其實這個減息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有一件看法 美國聯邦署現在看減息的問題 息口的問題 不是一個跟經濟走的息口問題 是跟中國做經濟的開線 他們想扯高美息 因而帶動資金 特別是由中國方面流入去美國 中國經濟比較差 應該是要減息的 如果這個時候減息 會更加促使到 很多可以動動的資金 移到美元那邊 所以人民幣應該會受到一些壓力 人民受壓力 中港股市就不太好 雖然是會這樣 今天的市場是下跌 不過一直很多板塊都會上升的 這個就即時說 代表了 在非指數成分股的股票上面 其實有很多都是會有上升的 這個值得大家去留意看看 那麼升的板塊裡面 升的最多板塊有五個 那就是紫、零售、交通設施 這個一直都升了很久的了 煤炭 還有這個是工業方面的東西 我們看一看 紫、零售方面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這些小矮的就升 幅度大一點 就帶動了 其實這個暫時是不會太多的真真正正的影響 不過很多的大牛龜 好像九龍子葉、李文、神明子葉、楊框子葉 都會屬於這個升和這個不跌的狀態之下都已經很好 這些是升少少是對的 就不一定要升到十幾個百分之 所以紫葉方面來說 因為有這些大牛龜在這裏 證明紫的板塊其實是站在這裏的 零售方面呢 一般來說都是這些小的 沒什麼什麼的 零售方面其實現在很多都是在淘寶上面做了 所以要升的都不是真的那麼容易的 交通設施一直都說了 基本上就反映了中國的物流暢渾 即使是那個製造業應該是OK 再跟著煤炭 煤炭一直都說到 就是煤炭發電方面多了 所以因此是會多了的 然後再跟著工業股方面 這些全部都是 京城基建股品 東方電器這些都是很實質上的 是工業上發展的東西 那這些是值得反映到市場又再關注這些工業股 好 我們來看看其指方面 對不起 還有一件事 個別的板塊方面 你可以看到 大牛龜的股票呢 全部都是屬於要下跌的 那斯坦有很多板塊上升了 那即是說呢 其實是非指數成分股的板塊上面 其實都是有買的力量 因此就是這樣了 那看看這個就是其指 五百 跌了 我昨天都說 其指可能要跌到五至七天才可以收工的 那現在就希望呢 就是只要跌到今天 那明天就彈上來 因為這個十字星 希望明天會彈上來 那即是一定還要升穿了保利加通道 中族才可以想 如果不是的話 都還要繼續下滑 那將會呢 就是應該要向上下行 要趨向在這個市 下面的支持就一六零 短期可能要 就是這個就無法了 上面的阻力呢 就是由這個降低了 就跌回到一七二左右 那這個就即是是保利加通道的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上逐島 就是這裏 保利加通道的上逐島 就是這裏 那就是這裏 一七一 三六 即是一七二島 好了 那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什麽呢 電訊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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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